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近日举办网络会议,向近期受到洪水灾害影响的加州居民提供了所需资源的帮助。 在近期举办的线上简报会中,由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加州非裔媒体会与加州州长的紧急服务处共同发布,会议主要关注了在过去几周加州所经历的极端天气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影响,各项重建工作势在必行。 参与会议的联邦、州和本地专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加州紧急服务办公室在灾害发生后,宣布加州的41个县共同为受灾社区提供帮助,之后总统办公室将其升级为49个县,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 各地的灾害恢复中心将为任何时,各地的灾害恢复中心将为任何时,各地的灾害恢复中心将为任何时, 提供更多支持,加州提供了资金,帮助民众搬离受灾房屋,并得到了联邦的支持。 。 assistance available to individual survivors that were directly impacted from this storm or these storms and individual assistance is a pretty sizable subcomponent of FEMA which includes mass car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voluntary agency coordination, community services program including disaster case management, crisis counseling assistance, disaster legal services 除此之外,小企业管理局还为受灾民众及企业提供低利息贷款 最高可达200万美元,可以用于补充运营资本、支付房租及修缮个人财产 天主教慈善机构DRC在灾害初期就开始为社区提供药品和食物 并且为受灾家庭提供物资帮助 除了到达现场,受灾家庭也可以选择在线上注册,申请物资和资金的帮助 凤凰卫视,点野,洛杉矶报道